賭博實錄 正應對冒險收證洗半換錢 緊缺要他自首吃案底 台南一名正應哥 七年來看到許多朋友 因為沉迷於賭博性的電子遊戶場 慘被崩移舉在度日 我和一個朋友一個禮拜之內輸100多萬 他只去三次輸100多萬 因為害人不錢 正應哥從去年開始檢舉 每次都不來了知 今年出土法煉缸化身賭客 自告朋友冒險進入台南鬧區 這家政府登機遊案的電子遊戶場 以皮夾掩護手機進行收證 拍攝畫面特地已經到底凸顯收證的力道 裡面更可見 正應哥在手骨盤基台上贏了400分 要求開本員把分數洗出來 開本員把分數歸零後 就一直往裡面走到一個隱蔽的地方 在一處獨立小房間的籃子內 放進四張百元現鈔 隨後轉身離去 正應哥成功將分數轉換成現金 依對定電子遊戶場的分數可提供娛樂換取物品 但不能兌換現金 或是一起觸及賭博 面臨被撤牌其不得要在開業的風險 即使已錄下清楚洗錢證據 正應哥的檢舉仍然沒有成功 電子遊戶場 換錢 中國信證我 從頭信證我也投過了 到最後面也是這邊的派出所 然後也是說 不是不想要抓也要證據 然後後面 他們就叫我 就是 我下次用警政署去 兩國署長信證 寄影片給署長信證 然後最後 下來的時候 他還是叫我說 你自己要跳出來做證人 他們的武衣說法就是 正要一秒一秒 你必須要跳出來做證人 正應哥奔奔不平表示 物證都有了 檢警卻已沒有人證鼓吹他自首 如果有自首的方式的話 我們警察就可以 拒引 把我給那個檢察官的偵辦 影片就已經錄得這麼明明了 電影也有錄到 然後你 你換錢也有錄到 他們還說 那不行啊 這 然後你申請搜索票 然後你搜索這樣 然後就沒有嚇唬 這種類型的案件 和一般的交通違規不太一樣 不是只有單純的影片 就可以去構成犯罪 原則上除了影片之外 可能也是需要有人證的部分 至少要有拍攝影片的人 或者是在場的人 或者是有參讀的人 來做證錄 這樣子 政治才會比較充分 不過如果警方在幫這個人做證錄的時候 然後發現說 其實他本身也有參與賭博 那可能還是必須要用刑法的賭博罪去辦他 不然警方可能會構成獨職啊 根據刑法觸犯賭博罪 可處3萬元以下罰金 還會留下賭博罪前科 比如說 你要被罰賭 然後又要被記的案 那你用誰 誰敢 你先去關 你先被判刑 你先被罰錢 那意思就是 檢舉的人都要先被罰就是 正義哥氣得說 當他吃飽太閒 冒險受證 還要被罰錢留案底 自選八百還不一定能殺了一千 有誰會願意當人證 難怪查不到的賭博游議場 我之前要檢舉的時候也看過英雄幣上面很多影片 受害者他們都檢舉過好幾次了 你說有沒有郭姐 也不知道 這邊方圓一公里就快二十幾來了 他們每一家都至少開十幾以上 絕對沒有所謂當事人所講的有慈安的情勢 因為從檢舉過報之後 我們有去搜證 然後去搜索 搜索票下來之後 我們分局是在3月26號去執行搜索 那執行搜索的過程當中 因為那個沒有那個試證 因為沒有試證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就用那個賭博罪去把這個案件移送給那個檢察官 現影文局強調絕無吃案或勾結 前往查查結果 因為查到現行辦或賭博等相關試證 最後印證屁不足無法取締 法力一直就是在保護他們這種人 不然為什麼他們可以換法放了二十幾年還會這樣 有資深刑警無奈表示 過去取締賭博猶豫場會快便衣或現離埋谷 但老鏈店家會規避查棄 大多採匯原制 生命孔只能祭奔不能換錢 增添正辦賭博案的困難度 要賭客轉做污點證人 不僅有案底疑慮 還擔心會被報復 因而大多打退堂鼓 只保難上腳難 那因為她是說 她因為工作的關係 怕沒有辦法申請到良民證 影響到她以後的前途 所以她就拒絕說 做那個自首 可是我們怕監禮這個東西 然後沒有事後算在 這邊是 電子流入財 流入財 流入財 她不想監禁 她不想監禁 那她有什麼事 她不想監禁 她不想監禁 不想監禁 不想監禁 她不想監禁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